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轰 今天我们要拍我们的视线报告第四集 啊终于来到第四集啦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线呢 看了标题也知道 就是这一条UONIX的BG85 那这条BG85呢 它这个我不知道现在到底穿不穿得到 因为它好几年前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就说这条线要停产了 然后隔了几年又说要停产 但是你又一直买到 我到刚刚拍影片前 我看了这个虾皮卖场 还有这个网路上 还是能买到这条线 所以这条线到底停不停产 我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 反正停产前 我们还利用它最后的一点价值 也许这个影片要变成这个历史影片了 那这个BG85呢 是我记得我人生高中第一次买雨球拍 那时候买亮剑10 对那时候是亮剑10 然后第一次穿的线就是85 那为什么会穿这条线呢 那时候就单纯就是看网路上 大家都推荐什么线 大家都说这个85不错 评价蛮好的 所以我就以前也是很白痴 就反正网路上大家讲什么 我就跟风穿什么 所以85应该算是我人生第一条雨球线 只是因为那时候程度真的是不行 就是新手嘛 所以对那时候对线的评价也很不精准啦 因为就程度不够嘛 对吧那时候打可能心理硬速啊 或心球怀就觉得很好打 那自从那次打了之后 我再也没打过85这条线 直到这几年 我开始穿线了之后呢 又重拾这个85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穿线的人嘛 什么线一定都要试过嘛 反正自己穿都很快 那讲一下这个BG85外包装 它这个红色Hard Feeling 主打的是硬手感 虽然我觉得它没有很硬 那这个Hitting Sound 就是它主打的这个声音 线是主打的声音好听的 那背面呢 这个自嗨性能图 我们就不看了 这个就看爽的 你真的会信这个 我也是我也是五眼啦 那这个BG85呢 它是一个0.67的先进 就是介于一个 要吸不吸 要粗不粗的那种先进 我自己打的感觉就是 我是归类把它列为就是出线 因为它还没到0.66以下 我自己觉得0.65以下 都算细线 那这个0.65以上 但是又不到0.7 我就觉得是这个出线 像80就是0.68嘛 那它这个是0.67 所以其实差不多的线进 我就把它当作是出线 所以以出线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条线弹性不错 这条线蛮意外就是 它有偏细线的弹性 当然跟超细线等级 这种弹性又没有到那里 但是跟一些基本款的细线 0.66 0.65这种线进 我觉得它的弹性是不错的 那声音 声音就我讲嘛 它声音虽然说好听 反正就是细线那种声音嘛 你说这好不好听 细线 如果这个声音好听 那细线的声音应该也是好听的 反正就是 都是那种感觉 但是神奇的就是 你有细线的声音 细线的不错的弹性 但是呢 它是0.67 所以很弦 那你一定会想说 好 那这个线这么棒 它弹性不错的出现嘛 弹性不错的出现 声音也不错 那0.67它应该很耐打啰 就是至少比细线耐打嘛 对 这个又是很奇怪 因为我又觉得 它没有很耐打 我自己打大概跟细线段的速度差不多 所以我其实觉得 它没有你想象中出现的那样子耐打 就我也看不懂很悬的一条线 就是我自己觉得啦 如果既然没那么耐打 你就打更细的线嘛 然后找个弹性更好的嘛 这个又比较粗 弹性又没有前段般的那种弹性 耐打也没有 对不对 前段般的耐打 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条线就是 大家好像很热门 然后我也不知道它停产 我好多个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条线就是一点不上不下的 我就没什么兴趣 因为我要嘛极致的弹性 要嘛极致的耐打 所以这个线我就试过了一次之后 也没有再试过了 我可以告诉你这条线 它好在哪里好不好 这个是我亲身的经验 因为呢 我很多这个女生朋友呢 都是打85 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85 对不对 我刚才讲的 就弹性是不错啦 但是也还有更好的选择 也没有到很耐打 那我就问这些女生 你们为什么都喜欢打85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85的线颜色好看 你看我现在拿这个线颜色是白色 它这个85总共有三个颜色 那其他两个颜色我都没有 但是我拿的是白色 我跟大家讲下两个颜色什么好不好 一个是天空蓝 一个是薰衣草籽 那个颜色我不得不说就是你市面上比较少能见到的这种颜色 它那个天空蓝跟这个淡紫色就这两个颜色 就是你穿线的确这种线是不好找 那YY的85就有这两个颜色 我问过这些女生 她们都是因为这个颜色好看而穿这条线 那确实这个弹性也不差嘛 所以女生用起来也妥妥的没问题 只是如果你是真的想要追求这种少女的这种颜色 就是这种粉粉的颜色 那85它的确有这种选择 所以也许这就是85的其中一个优势吧 那我们最后把它放到我们的小轰性能图 我自己觉得弹性不错 但是又没有到好的细线量弹性那么好 那耐打呢也没到很耐 打杆对打杆都没讲 它虽然讲Hard Feeling对不对 我觉得打起来有一点偏软没有硬 就是你Hard Feeling至少要感觉硬 我就觉得没有硬 可能中间偏软一点点 所以我会给它这个弹性在这个中间的地方 打杆呢在一个偏软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我对这个85的评价 那这条BG85你没有打过呢 我们的感受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底下留言你对85的感觉 然后我们互相交流一下好不好 那如果你想要看更多这种视线报告 还有我频道更多的影片 你可以在下方帮我按订阅看未来更多的影片 粉丝尝尝以赞来关注我最近的消息 那我是小红 我们下一期见啦 掰掰 by bwd6 by bwd6